- 哈喽我是Amy - 哈喽我是曼哈顿夜猫小鱼 - 你猜猜我们今天吃什么 - 今天有这种菜有没有什么提示 - 你看看后面这个标准 - 和啤酒有关的 - 对 那必须烧烤啊 - 不太对 - 还有比烧烤和啤酒更配的吗 - 对 - 那你公布达法我实在猜不出来了 - 那就是小狐虾 - 哎小龙虾 - 那这个季节已经11月份了 - 还能有小龙虾吃 -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店是曼哈顿为数不多的 -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小龙虾的店 - 这家店就叫乐虾 - 一年四季都有 - 对 - 那我这必须得领略一下了 - 是的 - OK 那走吧 - 走吧 - 当当当当 - 我们菜已经在逐渐的上了 - 看这个小龙虾 - 他这家店的小龙虾是按棒来卖的 - 一棒的话是18块9毛9 - 然后我们点了一棒想先试一试 - 这个是香辣味的 - 我们要的是微辣 - 其实这个店老板是很吃的 - 因为他刚才直接跟我们讲了 - 因为这个季节已经过了次小龙虾季节了 - 所以他 - 这个小龙虾很善良的一只 - 被我一拧暴力的拧开 - 然后我们就吃这个卤粉 - 谢谢 - 我不吃夹子鲜子 - 我不吃 - 夏浅 - 夏浅 - 夏浅跟我吃 - 但里面的肉很少 - 不会弄 - 不会弄 - 你直接咬 - 你直接咬 -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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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你很不 - 刀流血 - 我从来不吃这个 - 从不小收到的 - 哈哈哈 - 也很厉害 - 我也从小收到的 - 但是我忘了这个 - 感觉错吃一个一啊瞬间 - 嗯 - 嗯 - 看一看 - 可以可以 - 我可以蘸一下他这个汤汁 - 嗯 - 嗯 - 这个汤汁你蘸得了 - 好好吃 - 这边都加好了 - 这边蛮好吃的 - 有一说一 - 就算这个是冷冻的 - 但这可能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冷冻的小龙虾的 - 它味道做得非常好 - 对 - 这还是有那个虾肉的甘甜在的 - 然后那个汁非常的浓稠 - 这个甜的很搭 - 我想来吃一下这个鸭 - 我想来吃一下这个鸭 - 这个鸡 - 这个鸡不是鸭 - 嗯 - 这个菜我也没吃过说实话 - 我就特别爱吃这种手指鸡 - 不用吐骨头直接吃 - 这个让我想吃周黑鸭的味道 - 就是周黑鸭的甜味 - 对 - 周黑鸭的味道 - 肉汁还蛮Q弹的 - 这家店种草 - 我全把你收藏到我的榜单了 - 来了一个硬菜 - 鱿鱼 - 还有土豆片 - 还有牛肠串 - 对他们这家店除了有小龙虾 - 还卖一些烧烤 - 干鱿鱼 - 干鱿鱼 - 这鱿鱼是有点偏甜口的 - 好吃的 -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会有一点点过甜 - 再来试一下这个啊 - 牛肠 - 这个青松和牛肠在一起 - 让那个牛肠的油腻的感觉没那么的伤人了 - 牛肠真的好好吃啊 - 这个牛肠里面感觉特别干净 - 王中王我们就不多介绍了 - 王中王就不介绍了 - 王中王不高兴了 -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 - 我每次吃那个烤串的时候必点王中王 - 那我们先来试一下他这个 - 今天晚上最厉害的一个大赛 - 哇 - 这还是不错的 -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优雅的食堂鱼 - 说实话 - 这个蟹肉堡的这个汁 - 感觉跟小龙虾那个汁差不多的味道 - 这两个可能是一种汁 - 嗯 - 占一样 - 它每道菜都把这个甜味用得很好 - 都激发它的鲜味用甜味 - 现在是吃螃蟹的季节吗 - 嗯 - 吃螃蟹季节就是从9月底 - 一直到12月左右都可以吃螃蟹 - 它这个螃蟹不是国内那种大杂蟹 - 它这个螃蟹主要是 - 呃 - 美东地区的那种青蟹来做螃蟹的 - 青蟹这个季节也是比较肥美的 - 肉还是挺多肉的 - 但是但是青蟹主要是吃肉 - 它里面的那个黄啊和蟹膏啊都比较少 - 嗯 - 虾个头是真大 - 看这么大一个 - 干虾 - 干虾 - 干虾 - 感虾好像是新鲜的虾 - 是吗 - 对 - 它这个虾黄的鲜甜味很浓 - 这个虾 - 虾 - 是微甜的 - 但是虾肉的微甜 - 但是我觉得这个蟹 - 蟹的蟹肉会煮的更入味一点 - 嗯 - 我的蟹的蟹爪 - 我从来没有见过蟹爪跟螃蟹一起搭配 - 哇塞 - 哇塞 - 这个蟹的蟹好软嫩 - 超级软嫩 - 一刷就下来了这个肉 - 这个蟹爪确实很惊艳 - 有很多人不吃蟹爪就是因为它来得啃 - 是 - 但是它这个是一吸就下了 - 这个完全不用啃 -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菜都吃完了 - 然后我们现在来给一个评分吧 - 从我给评分之前呢 - 我就先公布一下今天的花费 - 嗯 - 总共消费是152.85元 - 对小龙虾评一下分 - 好 可以 - 你先说吧 - 我觉得我给4.5星 - 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是冷冻的小龙虾 - 但是因为它的味道真的特别的香 - 那个香辣味非常的入味 - 然后那个肉质还算是很精致 - 所以我给4.5星 - 那我很严谨的 - 我给4.4分 - 你是说我不严谨的 - 你严谨的 - 我对这个小龙虾给4.4分 -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 - 它性价比不是很高 - 因为你知道一磅一磅好像只有差不多十三十四只 - 然后要十九刀 - 差不多一一只就有一块一块一美金左右 - 然后它还不是当季新鲜的小龙虾 - 但在其他方面味道啊 - 火候啊都非常好 - 所以还是能给到4.4分 - 对 - 那我们这一期的评分 - 4.45 - 对 - 不知道你们屏幕前的小伙伴怎么评价 - 你们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来评一个分 - 对 - 如果你们还有其他想看的店 - 不要忘了在评论下方 - 爱同我们 - 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- 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关注转发 - 我们下次再见 - 拜拜 - 恭讯 - 恭喜 - 恭喜 - 节目